震惊神秘的东方力量,又震惊了 这外国运动员呢,拔一个火罐 我也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可震惊的 我一点都不震惊啊 今天咱们就说一下关于拔火罐的争议 先声明一下我们是单纯的讲历史 和医学没有关系 清代康熙年间,有一本《金贵要略论著》 这本书里啊,第一次记录了拔火罐 书里写,我最近呢,看到有人拔火罐 把罐子里边点上火,扣在混处 这就把内涵都吸出来了 这个方法啊,不错 他记载这个拔火罐呢 和现代我们看到的拔火罐一模一样 没区别 但这本书记录的语境 是把拔火罐呢,当成一个新鲜事物来看待 直到乾隆年间的《本草纲目十一》 才对拔火罐呢,有了更详细的描述 但书中也强调啊 这个火罐呢,只在江右和闽中流行 一定有人就说了 说拔火罐哪能是从康熙年间开始的呢 那绝对不可能,以前那书里也有 没错,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 记载了一个脚法 这个脚法啊,被中医界认定为拔火罐 可惜啊,这52病方中的脚法是一个痔疮割除手术 他和现在的拔火罐完全疯马牛不相及 其他的书中啊,也记载了脚法 又叫脚针 葛红有一本《肘后背疾发》 书里啊,明确说明了脚针的使用方法 说是用针刺破换处 用动物的脚顶住破口 吸出浓血 这个排农放血的方式啊 它根本就不是拔火罐 如果你非得说,这放血也算拔火罐 那么公元前8到12世纪 古希腊依神庙的强会上啊 就有两个吸血杯 那它算不算是拔火罐呢 古印度文献妙文集 也记载了葫芦里边点火 吸血的方式 这个又算不算是拔火罐呢 公元二世纪 罗马科学家安提斯洛 也有干杯吸法和湿杯吸法的治疗方式 这个又算不算是拔火罐呢 所以从文献来看 这古老神秘的东方力量 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清朝的康熙年间 而利用负压的杯吸疗法 东西方传统医学里那是都有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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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